此题为找下类各种荣誉 何则为缓抽荣誉 因此我们必须要找 各选项荣誉 最后是否会形成 弱酸及其炎的供额酸减对 以及弱减及其炎的供额酸减对 对于A选项而言 为0.1M强酸硫酸 以及弱减胺酸的混合液 因此我们先写出综合方程式 A选项 1分子硫酸与1分子氨 最后可得到1分子的硫酸氢氨氨 因此反应前 硫酸的墨数为0.1乘20 氨水墨数为0.1乘20 硫酸氨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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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于B选项而言 盐酸为强酸 氢氧化贝为强碱 然而强酸与强碱所组成系统 不是弱酸及其盐 或者是弱碱及其盐的共二酸碱对 因此B选项也无法形成缓冲容易 两个都是强的酸碱 也没办法形成缓冲容易 对C选项而言为强酸、盐酸 以及弱酸的盐类、醋酸钠的混合液 因此我们一样必须先写出 这两个的综合方程式 盐酸加上醋酸钠 可以形成醋酸加上氯化钠 综合前盐酸的木耳数为0.1乘10毫升 醋酸钠的木耳数为0.1乘20毫升 毫升用行 醋酸为0 因此综合之后 盐酸比较少为新浪世纪 消耗1 最后成胜 最后得到0 醋酸钠 消耗1 最后剩下1毫木耳 醋酸 生成1 最后为1毫木耳 绿花钠也现在得到1 然而最后容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有具有醋酸 盐酸 以及醋酸 这两个组成的共和酸碱带 因此C选项 为缓冲容易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猪选项 猪选项为 清亚花钠强碱 以及 醋酸 弱酸的混合液 因此一样我们第一步 先写出 清亚花钠 以及醋酸的综合方程式 清亚花钠加上醋酸 可综合变成醋酸钠 眼泪 以及水 综合之前 清亚花钠的末数为 0.1乘上20 醋酸末数为 0.1乘上10 醋酸钠为0 因此综合到最后 醋酸比较少为相式气 消耗1最后为0 清亚花钠 消耗1最后为1毫末 然而容易最后剩下清亚花钠强碱以及醋酸钠存在 两者不是共二酸碱对 因此不视为缓冲翼 最后我们再看1选项 一选项为 鞍的共二碱 氯化鞍以及强碱 清亚花钠的混合意 一样 因此我们 先写出 氯化鞍 以及清亚花钠的综合方程式 氯化鞍加上清亚花钠 可得到清亚花钠 以及氯化钠 然而清亚花钠也就是氨水 氨加上水 因此综合前 氯化鞍的末数为0.1乘30 清亚花钠为0.1乘20 综合到最后 清亚花钠为相式气 消耗2最后为0 氯化钠消耗2 最后可胜1毫木耳 氨则升成2 最后为2毫木耳 然而 氯化鞍以及鞍 两者互为共二酸井对 因此一选项 可为缓冲容易 分岸